欢迎大家收看freedom的看报纸学英文 我们今天一起看一下这句句子 它就说 luxury goods are in a slump as protests bite 受到示威的影响 卖奢侈品的商户生意就大跌 luxury goods 即是指奢侈品 留心 good 字是加了s的 加了s的good 字有个新意思指商品 还有 goods 必然是一个复数 因此动词都必须要是复数 在句中就用了r 字 所谓in a slump 即是指生意不好 s 不是作为 而是因为 because protests 有个s 是复数 指香港近日多场的示威 bite 指产生不良的后果 和咬的bite 其实是同一种字 留心bite 是动词 因此你不能写成protests a bite 下集见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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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